立拼连任的副理乡长陈荣聪 他上一届是以3090张选票当选 而这一次面对正式素人张荣荣的挑战 他是以平常心来看待 26号一大早8点半 他一个人独自前往东竹国小投开票所 他穿着简单的Polo衫 没点笑容和民众打招呼也完成了投票 穿着轻便的副理乡长候选人陈荣聪 一早8点半就现身投开票所 与民众轻松的打招呼 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 他满脸笑容的说 虽然这一次压力不会太大 但还是不敢松懈 用愉快的心情来投票 虽然压力有减低 但是后续的对方的阵眼 还是有一些小动作 那我们还是要再注意 因为毕竟这个投票到下午4点才截止 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 寻求连任的陈荣聪 呼吁乡亲踊跃出门来投票 尤其旅外求学工作的乡亲 都能够赶回家乡来投票 那我在这里呼吁我们的乡民 下午4点以前 必须要带领你的投票通知 声闻证印章 到我们投票手续投神圣的一票 让我们这个护理乡民代表村长 乡长能够选出一个杰出 对地方有奉献的人 陈荣聪一早独自艺人 前往东竹国小投开票所 完成了投票 轻松装扮的陈荣聪说 他的心情就像早上阳光一样的灿烂 希望有好天气加持 大家可以出门投下神圣的一票 记者高雄双富丽乡采访报道